你们要知道那个新疆西藏 那是我华夏民族的源头啊 是我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未来的人缘和岁源 甚至连空气的根本保证 新疆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多重要 为什么说只要有新疆在 中国的崛起就势不可当 说起新疆 大家可能都十分的向往 它也被很多人奉为自己心目中的第二个故乡 那么新疆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失去了新疆 我国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本期为大家讲述 新疆对我国的重要性背后的故事 早在两汉时期 我国就已经开辟了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 而死后的各朝各代 也想通过丝绸之路来更好地建立统治力量 但新疆地区一直到唐朝才被统治 不过除了唐朝外 由于新疆各种势力格局 始终游离在统治之外 直到清朝康庸前年间 清军西出玉门关 这才统一了天山南北 并在伊犁设立了管辖 但由于当时科技的落后 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新疆的战略重要性 因此没有正式将新疆设立为省 只是用新疆一词指代这片广袤的地区 以为新疲疆土 而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到了晚清时期 不重视新疆问题的代价终于显现 沙俄趁机怂恿新疆地区叛乱 并强行掠取了外西北的大量领土 还在当地扶持了一批傀儡 企图将新疆吞变 当时清政府的高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片土地的价值 甚至有一部分官员主张放弃新疆 理由便是新疆荒芜人烟 土地贫瘠 不值得派重兵和沙俄交战 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保护台湾上 但在中国危难时刻 总会涌现出有远见的人物 当时左宗棠的思想比较先进 在他看来 不管是西北的新疆还是东南的台湾 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清军必须誓死保卫这两处领土 让侵略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让他们不敢再有任何的非分之下 试想一下 如果新疆失手 那么接下来沙俄就会慢慢吞噬蒙古 随后东北地区也会随之沦陷 到时候清政府将会退无可退 在说出这番霸气的言论后 左宗棠更是以身作作 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棺材 率领乡军一同前往新疆 并表示不收复新疆师弟永不回乡 就这样左宗棠带领着清兵来到新疆 在仔细分析了叛军的漏洞后 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 凭借着当地人对环境的熟悉 很快就带领着勇猛的乡军部队连战连警 要知道当时的叛军受到了杀威 英国和奥斯曼三大强国的支持 武器装备先进 但左宗棠依旧带领着乡军大破叛军 成功将新疆师弟收回 有了这次教训后 左宗棠先后建议清政府在此设立行政 终于在1884年建立了新疆省 正是将其纳入到了继现代的中国版图 中国有如今的盛世场面 也多亏了左宗棠当时的民治决定 如果当时清政府听信了不抵抗的建议 那么后果将不开设想 而新疆还有三大战略作用 也正是这三大战略作用 注定了我国崛起必将适不可当 首先第一个战略作用是对外交流 作为我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新疆纽俄方 卡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和巴铁等国家戒壤 边界线长达5700公里 由于疆土辽阔 因此和这些邻国之间的联系更加重要 不仅如此 在其北面是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 在南面是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高原山地 而地势更加平缓的新疆 则成为了其他国家最便利的交流地点 包括众多的西方国家 纷纷寻求和我国的合作 新疆也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地区 比如著名的西亚澳大陆桥就是从这里创过 这座大桥东起连云港 西至荷兰路特单 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桥梁 而新疆正是在中间位置 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因此新疆可以说是沟通东亚和西亚乃至欧洲的媒介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甚至是军事上的合作 新疆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点 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政策 新疆也将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著名的中巴经济走廊 就是从新疆喀什市启航直通巴蒂 其中包括公路、光缆、油气管道等各种重要设施 都是我国一带一路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不仅如此 我国还从中亚地区购买石油资源 也从新疆经过 还有我国出口的各种优良商品 也必须通过新疆 而这一特点 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所体现 当时的大批国际援助物资 就是从新疆运送过来的 因此 新疆作为从古至今的中外交流要地 战略重要性无庸置疑 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有了新疆地区的存在 我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 新疆的第二个战略作用是巩固甘肃和西藏 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地域辽阔 身后就是内蒙古和甘肃清藏三大地区 而这三个地区对于我国来说 具备着重大战略 先说蒙古地区 一方面守卫着关中和华北两大平原腹地 另一方面又俯视着平坦的西伯利亚大荒原 而一旦发生战争 我国能够及时出兵切断东欧和远东的联系 从而震慑北方大国 如果新疆对北方大国占据 那么蒙古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到时候只能有主动沦为被动 其次是青藏地区 由于青藏地区顶住了西北的压力 所以西藏只需要面对西南的压力及格 而借助着高原地形 我军随时可以出击恒河平原 给予南亚政权致命一击 其中最好的例子 就是在1962年爆发的中印战争 解放军正式利用这一点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将印军打得服服帖帖 但如果新疆失守 青藏地区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 对西南的威慑也将锐减 最后是甘肃 大家都知道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 从古至今都是丝绸之路的要的 中外的交流走的就是这条路 为我国的发展贡献良多 但假如新疆失守 那么河西走廊将会直接被他国封锁 我国损失难以不了 因此不难看住 新疆不仅顶住了来自西北的压力 还为蒙古和西藏专注 防守其他方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新疆的第三个战略作用是丰富的资源 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当地的自然资源肯定非常丰富 大多数人都以为新疆比较贫瘠干旱 但事实上 这里不缺乏水和森林资源 其中就包括我国最大的内陆和塔里木河 只不过当地的水和森林资源不容易利用 大部分水都是以冰川的形式存在 作为固体保存在水部 而森林主要覆盖在阿尔泰山和天上两大山区 少部分湖阳林则位于盆地 防止沙漠蔓延 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 最具价值的就要属矿产资源了 而新疆地区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并且产量惊人 其中包括石油 天然气 煤矿 红矿以及黄金 而油气 煤 同都是我国非常缺少的资源 对于我国工业有着重大移民 而新疆的和田育 马脑等 能够做成工艺品出口海外 由于我国的战略需求 我国并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开采 反而是将大部分的矿产资源保留在了地下 而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新疆的战略价值 如果遭遇到特殊情况 新疆就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要点 特别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新疆的资源 将成为我国对抗西方的巨大助力 除了矿产资源外 新疆还有不少的动物资源 比如珍稀的雪花 蛇蜊 野马等 另外新疆的太阳能资源也十分丰富 利用起来产生的效益不可无量 由于地处中西交流的要望 新疆的人文资源也不可较就 当地文化正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趋势 不管是产品还是出土的古文物 都具有中华包罗万象的气质 而从以上的三大战略价值来看 新疆是我国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华的崛起不能没有新疆 最讨厌的殿民线 最终的密度 比较 возможно 怎么回事 地域